台湾的母子 剛才有個師傅跟我說 它可以不用用火也不用焊接的方式 只要這樣子合在一起幾秒 就可以把它黏在一起了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師傅 真的啊 為什麼呢 它是透過金屬的導電跟放電的原理 讓兩個金屬能快速的焊接在一起 那我示範給你看 好啊 我剛才在做就非常的緊張 因為它就只有拿兩個夾子 而且是金屬的 然後他說要把它焊在一起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趕快看下去 看一下 1 2 3 我今天來的是魔術工廠嗎 沒錯 好神奇喔 這個步驟是利用磁鐵的原理 讓需要焊接的地方先做定位 等對準了位子之後 才進行真正的焊接 傳統的火焊做工比較粗糙 也有很高的危險性 像是假牙 眼鏡 珠寶葉 手機裡的IC板等等 都需要高精密度的焊接 這種新式的電圍焊接技術就很適合喔 那我現在要用這塊速度把它焊一圈起來 因為我已經定位好了 這一台新式的焊接機器 上面裝的可不是顯微鏡喔 它是放大鏡啦 透過放大鏡 可以將要焊接的物品放大10倍 另外一旁有接出來的螢幕 可以讓客戶或是設計師 清楚地看到焊接的所有細節 很快耶 它有點像是那種雷射之類的 它只要頂一下 頂一下 頂一下 它就可以把很小很細微的東西 把它黏在一起 那它是用熔的嗎 它是用熔的 但是你剛才說到一個重點就是 它是雷射的效應沒有錯 但是因為雷射坦白說 一樣的雷射機器 大概都是在百萬以上的等級 但是現在像這種機器 它的設計原理比較簡單 所以它大概只要一個十幾萬 二十幾萬 你就可以擁有這種設備 那你可以看它的強度是非常的強 會有點點熱熱的 但是不會燙熟 所以它現在已經焊死了 那一樣的魔術 再變一次 已經黏死了 它已經完全的焊死了 師傅說這機器安全到 連我都可以操作了 但是我實在太膽小了 我真的很怕被那個夾子點到 還好這裡有進攻飾品的DIY教室 我還是可以自己來動手做一下 雖然沒有辦法把真正的黃金珠寶給帶走 但是呢 做一條金光閃閃的手鏈當作迷霧 這是一定要的啦 剛才有聽到老師講呢 這種C字圈要以前以後把它轉開 接下來用兩隻接著切 怎麼那麼難 實際做了才知道其實 女生一些常常帶在身上的珠珠啊 鍊子啊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自己做起來 它每一個步驟啊 每一個弓都非常的精細 穿好一個了 其實靠著自己的手工跟力道敲上去呢 感覺呢更有不一樣的意義喔 所以呢 最後一個步驟 我要把它串上去鏈子上面 就大功告成囉 這座金光最考驗的就是眼力 手的穩定度 還有耐心 三種缺一不可 今天呢 我們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喜倫高鐵的老師 也來參觀 大家為了想要把禮物送給自己 最重要的人 可是都拿出了看家本領呢 這個是要給我兒子的 這個是給我女兒的 要送給小孩的 好可愛喔 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小子對不對 好 好 老師那你覺得啊 你來這邊做之前 你知道做這個金光有這麼困難嗎 不知道 為什麼難呢 你覺得 因為它太精細了 而且你看一下它這個東西 都必須要守非常地齊 沒有來這趟金光廠 還真的不知道 與來女孩子的每件小飾品 背後有這麼多繁瑣的加工過程 所以親手做出來的 更能代表自己的心意喔 那你到了林口 有沒有去一個這邊很知名的景點呢 知名的景點 除了茶之外還有別的嗎 有啊 這邊的竹林山觀音寺 它非常地知名 而且是跟番薯有關的喔 番薯 為什麼沒有跟番薯會有關啊 那這個就要讓你自己去找答案囉 好 沒關係 我就帶著我的名物呢 前往下一個景點 走 出發 來到林口一定要來走一走的竹林山觀音寺 對在地人來說 可是很重要的信仰中心喔 不過它跟番薯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趕快跟著我去請教總幹事吧 林口人這個就是山地嘛 差不多都是種番薯 所以番薯生產了以後都送到萬華 就是現在的萬華 所以萬華有一個別稱叫做寒吉吉 可是這樣跟我們這個竹林山寺又有什麼關係啊 那時候和尚帶了山尊來嘛 所以呢 那林口的大平頂龜山的人就迎奉一尊這個大媽回到林口之內來供奉 雖然竹林山寺不是歷史悠久的寺廟 但是呢它保留了閩南寺廟的建築風格結合了現代科技 成為了現代寺廟的建築典範 也是信眾心靈寄託的神聖殿堂 今天呢我們尋找名物的最後一站啊 帶大家來到了竹林山寺 很少看到這麼壯觀的廟宇吧 而且想不到啊 當初它只是因為地瓜 而有了這個淵源呢 蓋成這麼大的一座廟 當然呢身為旅行者的我們 也希望神明呢可以保佑我們的旅途順遂 平安 趕快跟我去求個千 許個願吧 今天帶著大家來到了林口 一整片綠油油的茶園 讓我對林口的印象大改變 這片紅土孕育出的好茶 我想一定可以飄香千年 一帶一帶纏下去 還有林口街上的小吃店 老闆挑剔的嘴 還有對品質的堅持 做出了林口在地的好滋味 硬邦邦的工業區裡頭 其實蘊藏了很多創新的思維 四十年老字號的金工廠 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創造力 今天的旅程讓我受過不少呢 你以為我的旅程結束了嗎 不 我的旅程才正要開始 台灣明無知 我們下次再見囉